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买超24.9亿 外资一下卖一下买 今天买超12.58亿元 投信连二卖 但是今天也卖不多 不到1亿元 0.3亿元 自营商买超12亿 连续两天自营商做多 外资的期货多单有点打带跑 昨天说回到万口以上 今天稍微调降多单了 但降不多 维持在9911口左右 所以外资期限或目前看起来都还是偏多的 先帮大家来做预测 因为今天晚上大家紧盯的 就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 但是今天美国股市不开盘 我们要怎么接招呢 好 那就看一下今天8点半 公布的非农就业 但一关过了还有第二关 下礼拜三还有一个CPI 下周也很重要 所以可能要等到下礼拜行情才会表态 其实你看这个法人的买卖槽跟期货布局 很明显就是他也看不懂 他也在等嘛 他也在等 对 也在等 那你再看成交量 成交量也 今天应该是创下过完年来以来最低的量 1700多亿 大家都在观望嘛 好 那第一个我们先看非农就业人数 因为上次是31.1万人 那这个月是预估新增23.9万人 那如果说比这个太高那不好嘛 就业太火热也不好 太不好 当然不好啦 就是其实大家都怕说 数字越高对行情越不利嘛 通膨越没有办法压下来 没错 那越低也不行 太低也不行 就变金肌衰退 对 所以就只能 刚好开在这数字附近是最好的 所以今天晚上最好是在这个数字附近 太高太低都不行 23.9 那再来是下礼拜三 也是一样同一时间晚上的八点半 台北时间 那一样要公布这个美国CPI 市场要预估年增5.2% 上次是6% 年增6% 那不就是有降温吗 大幅降温是不错的 所以说开在这数字附近就是好事 一样 太高不行 那可能又怕连准会又会升息 太低也不行 又怕经济衰退 年增5.5%那就不行了 不行 最好是在这数字附近 5.2%记下来 条件比较严厉 这两个把它记起来 因为市场要担心有这两个变数 所以大家都不太敢动 你看这个指数 清明没有变盘 清明节后跟清明节前位置是一样 就横盘 而且量居然还比清明节前还缩 这才厉害 所以大家都在观望 我觉得原则上就是 这打盘还算强 因为支撑没破 第一个支撑就是15680 就看这个点位就好了 这跟红K的低点划过来 回车一次守住 第二次守住 如果说没有破 原则上大盘还是维持多方 那因为没有量 变成可用之兵不多 就变各股表现了 各股表现 而且族群的表现 因为第一个肺半不强 那再来电子股 最近没有动 电子股不动 那资金就散到其他族群 比如说除能 今天有动 航运是最明显的 航运动 今天是连这个货柜动 今天是这个运价指数 最新已经公布了 我们这个镜面上看到的 SCFI的运价 已经出现连二涨了 所以900大关 会不会是真的底部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长荣 长荣有一红吃五黑 那是不是运价 逐底之后 有利于这个今天 货柜的走势 下周持续电高 蛮有机会的 好 那我们先观察 就是因为这个运价指数 其实我们去参考 因为下礼拜是长荣法说 那杨明跟万海 已经开过法说 开过了 两家都认为说 大概第二季 大概就是谷底 就要运价来看 然后第三季 就会迎接旺季 好 那有时候迎接旺季 之前股价会先动 那长荣的话 我觉得就是短线操作 因为上方之分 你看这个量价的关系 因为这一天是公布 它的鼓励嘛 那这个16万丈的量 它这个套量其实蛮大 那我觉得今天有人先卡位 也觉得说因为上礼拜 其实运价已经止跌 这礼拜止跌机会非常的大 所以反弹到这个黑K 可能1分之1附近 你就要跑大概170吧 那不就是170以上 先做减码的动作 因为这个套量那么大 我觉得要一次过并不容易 再来看2609阳明 好 看一下2609阳明 今天也是红棒喔 对 那一样这个 其实两档股票都有 短线转强的味道 因为都上月线 对 两档都上月线 就是短线有止跌 而且低点都有 都没有破底啦 高点都有过高啦 所以这是转强的讯号 但是一样啊 这边有20几万这样的量 这一天也是公告他的鼓励嘛 那可能有心人士就是 这边转上来跑掉了 那这边有人去追的 你就短线 你就套牢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上去必定有人会卖啊 所以一样到这个 黑K高点附近 也是要做减码啦 大概6768 差不多 大概也差不多 67.5到70之间 所以士群老师你是建议啦 或不会做短线价差就好了 做价差 先做价差 除非他这个套牢的卖啊 慢慢去消化掉 好 我们就来看看除了航运的族群表现 其实呢 最近投信也有在布局航运喔 但是小船居多了 我们就来看投信 第二季的布局方向有哪些 今天士群老师很用心喔 帮大家准备这一份资料 有八档个股 滑邦店 威一钢群联 记忆体族群 那接下来呢 有鹏城 美食 玉民 重达 KY 华城 都是投信最近有在布局的喔 对 那我们 因为已经到了第二季了 大家可能说 跟好像涨的股票 跟第一季不太一样 对 面孔不太一样 那就先看一下投信 他最近在买什么 让他有个方向 有时候外资是假外资嘛 好 那我们先看投信 最近买的股票 就看最近五天就好了 其实他们的看法很一致 就是最看好的就是记忆体 这三档都是记忆体 这三档 滑邦店 昨天我们还讲滑邦店 搞不好是一个买一点的 就是跌 昨天是大跌嘛 结果今天又涨上来 就有反弹了 投信还大买 好 所以第一个记忆体 好 再来就是可能是二级体 二级体他最近没有在买 没有在卖台办跟德伟了 反而最近是有买蓬城 所以他会稍微留意一下 然后再来生技股 还有买美食 今天这两天有涨 这两天有涨 因为毕竟他获利还相当不错 好 那航运部分 是只有买玉民跟星星 好 那因为今天的我还没看 如果说最近搞不好 也有买货柜航运 那就再观察一下 好 那玉民他就是买玉民 就是买散装部分 因为报价很早就止跌了啦 散装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待会看 所以投信比较爱小船 对 比较爱小船 很明显 那我们等一下再挑几档 来跟各位解说一下 好 这个士俊老师 您今天这个资料当中 1519的华城 投信虽然有买 但是大家的疑问就是 它的位阶好高喔 今天是创挂牌新高喔 80块的整数大关 那下个礼拜呢 好 那这个华城 现在变领头羊了 除了强热电网计划 电动车充电 又有出任的题材 相当丰富啦 其实我们很早之前 就讲过这档 应该是在这边的时候 那其实操作逻辑 其实我们就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你这档绝对不能追高 所以今天涨绝对不能追 今天不能追喔 对 它通常都是 因为这个股票就是股本大嘛 它也不太可能说一直往上飙 它就是一个原则啦 就是跌破时日线到月线 去做布局 时日线跟月线喔 时日线跟月线去做布局 他妈就拉起来嘛 真的耶 然后跌破时 这边又是啊 时日线到月线去做布局 又拉起来 所以这种股票 因为现在四月偏盘整嘛 我们用这种 守租待兔的方式 等待它拉回再布局 所以先不要追 但是可以加入自选啦 放在口袋名单 因为投信 昨天第一天买喔 今天就大涨了 好 就看这个拉回时日线 跟月线附近来做观察 那另外一档是8299的群联 好像没有要回头的意思喔 对 那其实投信就是要买记忆体嘛 所以要看好 第一个美光看好这个深层式AI 需要运用大量的记忆体 好 再来三星减产 那这种记忆体就是跌无可跌嘛 赔钱货没有人要做嘛 那这种供给减少 价格可能就会在第三季做止跌向上 那看起来 群联最近投信买的金额是蛮多的 因为你看我们如果 再把前面几张掉出来 虽然说他买的张数 没有像华包店这么多 张数还好 可是金额高 可是它是400块 那投信最近买蛮多的 你看这三天都大买 我觉得今天也大买啊 不然不太可能还涨2.5% 涨了10块钱 好 那这个的话 我看K线的压力大概在450块 所以 450才是压力喔 对 那有点远耶 之前的压力是在380到400 已经突破啦 那回测也是 昨天回测一下380又手稳嘛 所以你把压力上看到400 450 看有没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那投信的持股 有可能继续买上去囉 有可能啊 有可能 我觉得相当有可能 因为它是从第二季 一开始才开始买的 并不是说之前买很多 之前都卖啊 最近才开始买啦 所以有可能一路买下去 好 持股比例算低的 8299的群联 那另外2606的域名 不太好操作 对 好 那我们昨天讲到说 你要操作散装 很简单就看报价 那我们就把报价拿出来看 好 那BDI昨天涨2.3% 好 然后海甲型 涨4.2% 它涨最多 对 涨最多 所以域名大部分的船 都是海甲型跟巴拿马型 那巴拿马型昨天涨2.1% 不过巴拿马型已经 创了3月份的高点 所以BPI率先创高 对 率先创高 但是这两个呢 这两个还没 还没过3月份的高点 所以域名来说 它是海甲型跟巴拿马型的船 是居多的 那因为投信最爱的就是域名 可能也有一些跟高质率有关 所以说沿着这个五日线去操作 比如说有回到五日线就买 那就是说往上就是分批出啦 那因为到前高这边 也有一些套的麦芽 可能大概在6... 61块以上 你可能就稍微做一点 挥入带的动作 所以可能6162会是短线上的压力点 对 除非它报价一直涨 那还有一种操作模式就是看报价 你不用看股价 看报价 报价再涨你就是续报 等到它报价跌的第一天 第二天还是跌你就把它卖掉 我觉得看报价做会比 看股价做看K线做还容易 好 但是这是比较稳健型操作 因为投信有在场内 小船不知道怎么挑的话 是选玉米跟星星啰 对 没错 好 这两档给大家做选择跟参考 那另外是825的彭城 它盘整一段时间了 好 那彭城的话 它的题材就是IGBT 缺货又涨价 好 那最近的话 投信之前买满能多在这边 那你往上画 3月底买的啦 对 有时候操作是这样 不一定要买红 刚刚那几档都是今天红的 今天挑一档黑的对 投信买在这 然后今天拉回 如果这边布局 应该跟投信成本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好 就看可不可以买在跟投信成本的这个价位 825的彭城 最近盘整倒是有亮缩的迹象 没错 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投信也有在做布局的 如果大家听不懂的地方 或想得到更津津的教学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 可以扫这个电视上的QR Code 加世俊老师的LINE LINE上面你也可以搜寻 小老鼠 WENG888 小老鼠 WENG888 那世俊老师今天有什么资料要给大家呢 好 早上起来不知道怎么做期货 不知道今天股票要涨什么 先看我们的早报 我们再更新在LINE右上角记事本 然后下午会有一个直播 然后假日我们会给一个AI选股 这个周末的假日 这个周末假日会发送给大家 AI选股礼拜天就等一下 就是我研发的这个AI选股 要选出来的股票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还有一份军工的研究报告 你有兴趣的话 扫着相机打开来扫着QR Code 或是你用手机输入LINE 输入小老鼠 WENG888 两个方式都可以 好的确 因为军工股今天很强 所以士俊老师也帮大家 整理一份军工股的资料 放在LINE右上角的记事本当中 晚一点会上转给大家 那下个礼拜的关盘重点呢 好 那很简单 我觉得就是不要追价 4月盘整机率比较高 操作不追价 这是重点 买黑卖红不追价 那支撑是看15680 还是15680没错 可能会在下个礼拜继续的轮动 那刚刚士俊老师也告诉大家 投信第二季的布局方向咯 节目回来也要告诉您 生技股王宝瑞 很奇怪咯 就算最近被关被处置 今天依旧是创下了收盘新高 814块 也带动了生技的补涨效应咯 像是做气喘药的易德拉 以及医疗显示器的玉伟 今天都收涨停价 那下个礼拜会轮动到谁表现呢 稍后请教曾英杰老师 欢迎你回到一二零一国明开讲 我是蔡佑达 外资今天也在观望当中吗 新台币今天中场是升值8.2分 收在30.446元 交投也蛮冷清的 成交浪大约只有7亿美元左右而已 所以接下来就要问结帅了 下个礼拜会不会有比较大的 下个礼拜一台积电要公布营收了 有机会带动台股往上表态吗 好 谢谢佑达 其实在昨天股民开讲当中 我就跟大家讲 昨天有行情很闷对不对 今天一样会更闷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了 很多人其实他的长假也没结束 虽然我们礼拜四礼拜五 就已经开盘了对不对 但是其实很多人 他礼拜四礼拜五 就接着给他修下去 等到下礼拜一 一口气给他修了9天 所以我昨天就已经预告 今天盘一样会很闷 当然现在指数霞幅震荡 在纠结的短均之上 格局还没有脱离 这个箱形整理的区间 我们可以看到从1月30号 新春长假结束之后 这个整理平台时间 真的拖了有点久 两个多月的时间 1月30到今天4月7号了 已经两个多月的时间 不过很庆幸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季线它目前是 一直在上扬的状态 那通常季线上扬 代表说这个行情 其实是在往上垫高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之前 这个季线的位置 大概在15000点附近 现在大概的水位 是来到了15300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个区间整理 其实下缘的15300的支撑 是非常强的 那当然上缘的压力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近期的高点是1595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近期的压力 基本上是在这个16000 那我认为 接下来如果说要有所表现的话 大盘如果要有所表现的话 这第一个关卡 就是要先攻破这个16000点 4月先攻16000 对 先攻16000 16000站稳之后 就会像之前的15000一样 牢牢的守住之后 再慢慢的垫高 那这样16800呢 前波的高点就有机会突破 不过以今天这个成交量 来说的话是不及格的 那今天这个成交量是 新出开牌到今天 有史以来最差的一天 最少的一天 1700多一 如果要往上涨的话 我认为2200亿是基本的扣打 至少2200 2200亿是基本的扣打 如果要再强一点的话 大概2300 2400 它才有机会继续的突破 这个16000 然后往前挺进 那当然在现阶段 我相信有很多股民 从这个新出开盘之后到现在 很多投资朋友手得上股票 你们一定会发现有个现象 很多都不会动 对 它也不涨 它也不跌 或者涨得就那几档 它就不太会动 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到 比较容易涨 比较容易动的股票 当然这个时候功夫就来了 我说过了 我们要去找那种股价 刚刚起涨讯号出现的股票 那什么样叫股价 起涨讯号的股票呢 其实在昨天我就说了 其实股票最佳的操作策略 就是一档好股票 它拉回的时候 我们去找这个买点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拉回的时候 到底拉回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能够去买 这个昨天有跟大家讲 第一个 MACD如果形成黄金交叉的时候 一旦一形成之后 又出现一根突破的整理平台 这个就是讯号 这个就是进场讯号 待会我们会讲几档股票 都是这种特征 当然股价起跌 讯号大家看一下 如果它形成死亡交叉 又跌破了整理平台 这种股票就要避开 可是问题来了 昨天我们也提到 有2000档股票 我们不可能每一档都去看 2000多档都要看 所以我找了一个好帮手 叫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它可以在3到5分钟的时间内 帮我直接扫描2000档股票 直接做一个健康检查 直接把2000档股票 在短短的3到5分钟之间 做一个健康检查 5分钟以内 一定可以搞定 因为人工智慧的速度 实在太快 比人类的运算的速度 还要快很多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 去掌握到我们所要的股票 像刚刚我所设定 这些条件的股票 只要透过这个人工智慧 真的几分钟的时间 全部它都会历史的出来 那我就从这里面去挑选 我要的股票 这样子的话 我们操作股票才会有效率 那当然 一旦挑选到我们要的股票之后 不管你是做短线做波段 很轻松的获利 因为我们是买在这个起掌点 好 昨天跟大家提到的 这一档股票叫美食 今天我们继续涨 有 那为什么继续涨 因为它刚刚才形成一个 所谓的黄金交叉 这个我昨天在这个节目上 我就跟大家分享 而且这根K棒 为什么可以直接进场 因为它已经突破了 这个整理平台 但是我讲过了 很多投资朋友可能没有时间 看这些K棒或现行 所以没有关系 现在真的科技太方便了 只要有人工智慧 你一样可以成为技术分析大师 因为在3月30号那一天 这个价位大概在25 7.5 你就可以进场布局 而且这边3月30就绿翻红了 对 就是在长价之前 那这个是 它是之前是从这个 我们看这个上一张 302块 有没有 美食是从302块 这档好股票 它跌到242块 它是不是有拉回 我们现在要找的股票 就是这种 在这一段时间整理平台当中 有一些股票它拉回 强势股的拉回 对 拉回之后 我们要重新找这个买点 那这种股票它就很容易涨 好 这是第一档 那再来再讲第二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今天非常特别 我一定要特别用力的 跟大家讲一下 叫1760的保龄附近 这档股票看起来 好像还在整理对不对 但其实它现在是多方架构 是可以买进 可以布局的 那其实在我们的人工智慧的系统 当中它也是在新春长假之前 大概在170块附近 它就已经油率翻红 那我说的这档股票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它今天其实表现 算是相当的不错 那昨天 各位 如果在昨天有新加入我们 这个Light 8的好朋友的话 我昨天是不是有特别告诉大家 这是我们Light 8的画面 我们Light 8的画面 右上角有一个记事本 这个记事本里面 我们每天都会分享一些 我们所告诉大家的 底部起涨讯号股票 像这档保龄附近 这档保龄附近 其实在昨天 昨天你有听到 昨天我们就在这个记事本里面 跟大家公布 是直接亮牌 没有盖牌 那相信这个所有 昨天参加我Light 8的新朋友 你们都可以去做一个见证 所以我这个Light 8 基本上是有点在做公益 因为这个每天 这个记事本里面 我们都会提供给大家 最新我们所发现到的 底部起涨讯号股票 所以这个每天都要更新 每天都会 这个每天你只要点记事本去看 都会有新的标的 不是说今天看完 没有 当然不是这样 它会有新的标的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档 今天特别强的股票 叫做4968的利基 今天收涨停 而今天涨停板锁住 为什么这么强 来 昨天 就在昨天 它刚刚形成黄金交叉 就在昨天 这一根K棒是不是突破了 所有的整理平台 所以我们今天 现在所要买的股票 如果你发现 你手上的股票不会动 那就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你没有买到 那个起涨点 你有可能刚好买的时候 它刚好就像立即这个位置 对 它如果盘整两三个月 那这段时间就浪费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 找这种股票 但是用人脑找的方式太慢了 用电脑找的方式就很快 像这个我为什么可以在今天 就很快的找到 立即这一档股票 原来这个人工智慧 它其实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它就马上显示出这一档股票 昨天它就已经油率翻红了 昨天油率翻红的这根K棒 其实是不是我设定的条件 第一个底下是MACD黄金交叉 第二个这里是不是突破整理平台 是不是完全跟我所设定 所想要的条件 三个条件都符 都完全吻合 吻合之后它马上把我叫出来 就是这一档股票 所以今天马上赚一根涨停板 如果有了人工智慧的帮忙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昨天就布局 昨天布局今天是不是 现状一根涨停板 就会比这个什么讲 很多这个投资朋友手楼上 你们20档30档 不会动股票还要抢 与其手楼上拥有一20档 不会动股票 不如拥有一档会动 可是杰帅老师 你提到一个重点 它今天都已经一根涨停板了 有没有其他的 OK 非常好 这个问题非常 你看我说人工智慧 它方便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你要有几档股票 要有这种稳的我们条件股票 我们的人工智慧马上会帮我们找出来 这档股票刚刚由绿翻红 这是最新底部成型讯耀的股票 投资朋友 我们的LINE基本上你一定要加入 因为其实基本上这个LINE 我有一点是在做公益的这种味道 当然这个最新底部成型讯耀股票 在我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只要你加LINE回复888之后 我们就会把今天我的直播教学影片 直接分享到各位的这个LINE里面 那当然我再强调一次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现阶段找不到好股票 想要换股操作 却不知道换什么股票 那结帅很乐意的 跟全国的股民交朋友 只要你各位愿意加LINE回复888 你就可以跟结帅成为好朋友 那我说了在股市里面选择 永远会比努力还要重要 那记得 当各位加入我们LINE的时候 请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右上角的记事本 有事没事就是点看看 因为很多人可能只看这个网址而已 你可能只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连结吧 这个每天都会有 这个每天的直播教学 我都会花大概十几分钟 到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去做一个教训 老师每天都会录这个短影片 当然因为盘中 我就要做这个直播教学影片 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希望说 国民开讲的时间很有限 我们每天这个讲一讲 其实像现在 大概只剩下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根本讲不了什么 所以我们只能够跟大家介绍 几档底部起掌讯到股票之外 更重要是如果各位 现在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这个QR Code之后 到底你们可以得到什么 我先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QR Code 你只要扫进去之后 你就加入了我们的LINE 那加入LINE之后 我刚刚有讲过这个祭祀本 记住祭祀本很重要 要讲三遍 祭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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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一定要去打开 每天都有新的 新的股票 那除此之外 在这个LINE里面 我每天还会录制一段 十五到二十分钟的股票 直播教学影片 这个是有关人工智慧 它一个选股逻辑 它是运用什么样的逻辑 在这么快的时间内 去找到我要的股票 而且我每天都可以分享 非常强的股票 是又怎么样做到的 欢迎各位踊跃的加LINE 回复888 尤其是现在这个行情 比较焦灼 讲真的要选到一档 会飙 会涨的股票 不容易 对 选股的难度提高 但是你只要有武器之后 你就真的会变成武功高手 就是股市的武功高手 那只要各位加LINE 回复888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直播教学影片 那现阶段 是处于一个高档震荡的 整理格局 还需要补量 我刚刚讲过了 一万六千点到底要怎么样 从压力变成支撑 那当然一定要先站上 就像这个一万五千点站上之后 它就跌不回来 所以今年一千七百亿是不够的 不够 是不及格的 一定要到这个两千两百亿 这个两千两百亿是及格的量 那比较优秀的量 是大概两千三两千四 而且这两千两百亿要维持住 要维持住 要hold住 要hold住 那现在基本上 不管是做短线做长线都没有关系 只要选对股票 基本上都可以赚价差 那低买高卖它有方法 只要用对方法 人人都可以是股市大亨 那如果说你没有找到这个方法的话 我再诚心的邀请各位 加我们的LINE 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这个LINE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之后 记得先到记事本去看一看 然后有空的话 看一下我的股票直播教学影片 记得加LINE之后回复888 我们都会有一些 很比较专业的教学 好 其实这位老师真的很用心 每天都帮大家找出了一些 底部起涨的股票 就是透过AI的工具 变成了你的神队友 所以现在大家马上拿起手机 好找这个电视上的QR Code 加接着老师的LINE 或者LINE上面也可以搜寻 小老鼠A957